我们刚刚看完了微小版的MCU里,只有六个指令的部分 上礼拜就看了,但是刚刚又再解说了一遍 今天我们把完整版给看一下 完整版的指令当然就多了 可是只要你能够理解微小版 基本上你应该可以理解完整版 完整版的部分它的暂存器有ALR、SW、SP SP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系统程式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堆叠暂存器 那就是SP,堆叠暂存器 PC,程式技术其实本来就有 但是在完整版里面 为了加入可以在暂存器之间移动的指令 所以我们把暂存器给编号 把暂存器给编号 所以A其实是R0 LR就是R1 LR就是连结暂存器 我这写错了,应该连结暂存器 然后SW是状态暂存器 然后是R2 SP是堆叠暂存器,是R3 PC是程式技术器,是R4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个指令暂存器是没有对应到R级的 因为它是固定的 它没有办法写入,有没有办法读取 OK,所以它是固定的 就是提取指令之后就会放在这里 其他的都可以存取 那MCU0的指令表 完整的指令表就比较大 我们稍微看一下 LOD载入 ST储存 ADD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AND OR SO OK,这些是基本的运算 再来是比较CMP JMP跳跃 J1Q 相等的时候跳 JLT 小于的时候跳 JLE 小于或等于的时候跳 J3Q J1Q 然后COR COR COR是呼叫副程式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副程式 但是这个指令是必须的 再来F,F这边是一整群的指令 所以F只是一个开头 代表说接下来是八位元当作OP的 那这边LDI是载入常数 MOV是暂存器之间的移动 Push是堆叠推入 Pup是堆叠取出 SHL是左移 SHR是右移 ADDI是加入粒极值 加入一个常数 SUBI也是减一个常数 NEG是把某个暂存器给反向 SWI是软体中断 NSW是把状态暂存器给反向 状态暂存器给反向 RET是从副程式返回 IRET是从中断返回 那这有些呢 是跟作业系统设计会有关系的 中断这些东西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是完整的MCU0 我们是S是代表简单版 但是它是完整 简单而完整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我们OP的定义一样很类似跟之前 C也是 那这边SC8是把那个常数栏位转换成有号数 C4这是常数栏位 四位元的常数栏位 RA就是第一个暂存器 RV是第二个暂存器 这个在后面的一些移动的指令里面有用到 A就定义成R0 LR就定义成R1 SW定义成R2 SP定义成R3 EC定义成R4 这边写错了 连结暂存器 N是负旗标 是状态暂存器的第15个位元 Z是状态暂存器的第14个位元 是零旗标 I是是否中断中 是状态暂存器的第3个位元 那M是存取记忆体 好这边有个改变 改变是怎么样呢 之前我们的记忆体是以Byte为单位 但是在这里我把它改成以16位元为单位 所以只要取一格记忆体就好 这是我们这一个跟上一个 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那所以它的程式的结构也会不太一样 那你会看到我的PC 程式技术器一开始 和状态暂存器都设成0 接下来提取 提取阶段就变得很简单 直接NPC抓出来 因为记忆体也是以两个Byte 16位元为单位 那接下来就是A等于M M等于A这些 然后加法就加 减法就减 乘法就乘 除法就除 就很简单 end就end all就all exclusiveall就exclusiveall CMP的话一样设定N和Z起标 那JMP的话一样让PC就等于C就跳过去 JEQ的话是要看Z起标的状态再决定要不要跳 JLT是看N起标的状态再决定要不要跳 JLE的话是N和Z只要有一个就跳 JSUB就是跳到副程式 所以因为是跳到副程式 所以要把连结暂存器先设定 以后才能跳回来 在RET的时候才能跳回来 那另外最后一个是OP8 这是延伸 延伸 四位元不够用了 所以用八位元来延伸 用八位元来延伸 所以它会Case IR11到8 本来是15到12 15到12因为不够用了 就把11到8也拉进来用 那拉进来用 你会发现说 OK这里第一个LDI 就是把RA设定成后面的常数 那这个常数因为是四位元 所以它的范围就是从0到15 从0到15 ADDI就加法 SUBI减法 只是它减的是常数 跟前面的是不一样 前面的是记忆体拿出来相减 这边是减常数 MOV是暂存器之间的移动 所以它把暂存器的值移动 然后呢 Push就是堆叠 所以它会跟堆叠暂存器有关 然后去设定记忆体的 目前的堆叠指标为暂存器的内容 Pub就是一样 是取出 从堆叠取出 SHL是左移 那以这个C4是四位元的常数 是0到15 最多左移15嘛 因为它16位元 最多左移15 左移16就全部变0了 没有意义 所以最多左移15 最多右移15 那这边SWI目前我们做了一个技巧性的东西 就是说一旦碰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我们就呼叫Display 呼叫Display让我可以观察一些资料 那NEG就是把某个暂存器给反向 NSW是把状态暂存器的这两个位元给反向 那RET就是跳回原本Core的指令 呼叫副程式的指令位置 IRET除了跳回去以外 它还设定中段指标为0 这个是在设计作业系统的时候 我会用到 最后这里 就是预设 就是通通上面都不是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指令没有定义 我们就印出一个讯息 让它知道说你写了一个指令 但是那个指令没有定义 那最后就把整个暂存器的完整状态印出来观察 那组程式一样很短 因为我们的讯号只有Clock这一个讯号 只要让它一直反向就够了 最后到1000的时候我们停止测试 那我们的程式呢 就为了要测试所有的指令 所以我们就尽量把所有的指令 通通通都放进来 有LD,ADD,Sub,MUL,加减乘除,All,End,ExclusiveAll 然后左移,右移,加常数 然后副程式 副程式里面 又有JMP跳跌,又有Push,又有Pub堆叠指令 然后呢又有NSW状态反转 然后JLT小鱼的时候跳 这些,最后RET返回 那差不多大部分的指令都执行到了 还有一两个可能没执行到 那最后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堆叠 我们要分配一块堆叠区给它 我们才可以做推入和取出的动作 Push和Pub 所以我们在这边分配了堆叠的空间 它这一个堆叠 StackEnd代表堆叠的结束 堆叠的结束点 总共有127个byte 应该不是byte,127个word 那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一样这样执行 那因为我们记忆体完全没有 并没有完全用完 所以它会有一个警告讯息 这个没有关系 那最后执行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 那这个就不是算到1加到10 所以你不会看到55这个数字出现 你会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中间结果 你就要知道说 每一个指令执行出来 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像这个 这个应该是5加3 然后这个应该是3乘5 15 看一下 反正对应到每一个指令稍微看一下 我看一下第一 测试程式 这个是LDX 把S采入 接下来加Y 加Y 然后减Y 加完之后再减 所以又回到原本 它再乘Y 再除Y 所以这是后面的结果 都对应到这些指令 所以你看后面这些结果的时候 必须要看到底是哪一个指令 好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 我们总共几个指令我也没有仔细算 大概30个左右 这样就可以不受限于4位元只能用16个指令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延伸的方式 让你的指令可以多一点 但是延伸的时候你应该是把那些运算员的长度需要占比较小的放在延伸指令集里面 这样子才不会才不会不够用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和这个 这个需要以这个当输入 MCU0s 当输入 那我们的这边有读MCU0s.hats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程式剪贴下来 好这边我们把MCU0s放在这里 好再来一个是MCU0s.hats 好那这样子就就可以执行 我们开一下命令列的部分 好那边也OK 然后呢 记得要检查你的MCU0s.hats是不是存在 大小以我的例子是1132 应该是大概这个范围 好接下来就用VVP来执行MCU0s 好那你会看到它的结果是像这样 那这个对应到的就是每一个指令 它的词行结果 一开始是LD 一开始是LDS 那S是3所以A会是3 然后接下来是ADD ADDY所以Y是5 所以是3加5是8 然后呢SUBY又在减5就变回3 OK接下来呢 MULYY是5乘以5就15 再除以5 15再除以5又回到3 然后再做OR OR的话 这边会变成7 那你要还原到二进位才去看 AND一样还原到二进位去看 就会清楚 那一直到这里执行执行 到后来你会看到 它在某个地方突然跳开了 在哪个地方跳 在01的时候 在01的时候突然就跳到11了 所以它跳了一小段距离 01从01跳到11 跳到11 然后11执行了之后 一直到执行到1B 执行到1B的时候 它又跳回0F 执行到1B 1B就是这个 这一个RET指令 又跳回到0F 这是合理的 因为它是副程式无价 不过这边的副程式 我有时候写JSUB 有时候写Core 那这不影响 只要机器码一字就可以了 那名字是JSUB还是Core 只要一字就好 那有时候我 我一下用这个 一下用那个 所以会写错 OK大概像这样 那你可以对照一下 这个测试程式和这个执行的结果 那就知道说 我们的程式到底对不对 这种测试往往是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一定要做的 要单元测试 OK大概这样 那请各位稍微去执行 然后并了解一下这个完整版的部分 那完整版的内容呢 是在 完整版的内容是在那个处理器这一张 微处理器这一张里面的最后一个完整版 那我有贴讯息 我有贴讯息在社团里面 社团里面的这个讯息应该是第二第二篇就是完整版 第一篇是微小版 第二篇是完整版 那第三篇是区块 第三和第四都是区块 第二 stage 第三吧 对我们各执行的